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的 跟这个摄像头有关系 我没有把握太好 您给涛哥一点时间 今天的直播时间就比较匆忙 因为我个人昨天回来太晚了 所以哗哗哗支起来我们就说了 给我一点时间 它是干净世界的镜头 并不像YouTube这边调整这么好 YouTube这边是想把它 因为要节称各个节目分享出去 这个朋友老贴这句话 说实话 OK 比格斯最近一期说 他见了神 神是能控制时间 让他回看了很多历史片段 我刚才跟朋友解释了 OK 我还是我们先说马斯克 我记住这个内容了 我们先说马斯克 马斯克在星期六参加了川普回到宾州 枪击案的现场 那我们就用这张照片 那马斯克用他自己的方式 完全介入了美国选举当中 那最早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推文 他要给这些关键州 他没有 细节没有 他说给关键州的每一个投票注册的选民 47美元 不是 我刚才看了 我看了之后 这算不算一种在选举中是违法等等 咱真的不好说 但他在自己的推特上 明确讲 在有争议州每一个注册的选民 就是合法选民 每一个注册选民 他给47美元 真是有钱人 这有钱人挺那个的 那他显台词呢 就是这个 不是合法选民 然后他跟他的妈妈呢 就给我感觉唱双簧 他妈妈就在X上说 你用10个假名可以随便投票 他妈在X上这么推的 就是他亲妈 真是他妈的 然后推特上立刻注册这个就是标志这个推文是假的 这个推文是欺诈推文 绝不能 绝不允许用假名进行投票 所以给我感觉呢 就是母子两个人在唱双簧 因为他们就 他们的那种约束就是 他们更加的自由 更加的比较 就是更加比较自由 比较开放 他的话题呢 也不受约束 但他的目标比较明确 所以这张照片大家看到 就是马斯克直接来到了 在7月13号 川普被枪击的现场 今天川普的股票至少飙升了20个点 那川普的股票代表着民间对他的解读 第一个 第二个 也有可能川普把自己的股票 当成这个推动选举的一个作用 因为当时川普股票被打到最低的时候 11块多钱 11块多钱针对川普股票而言 那基本就是减的了 因为数字世界的时候 川普股票9块多 所以那是完全在历史的最低点减上来 所以那你现在去推动他的股票呢 所以你就会看到一种竞选的成分 竞选成分就是 就像刚才朋友说 至少推了20点 20点 20点 对很多人就会把它解读成 川普在民间的那种声望 因为这只股票就是大选股票 你没有什么第二个解释 它就是大选股票 那川普有能力 就是有能力去利用这只股票 去左右影响选举 肯定 因为他占的股份太大 而盘子小去推动他 涛哥的论坛画面里面 好像有奇怪的机器人留言 是吗 我比较注重跟大家去讲东西 我没有太在意 那有可能吧 我只能说真的有可能 OK 在他的川普这只推动的过程中呢 给我的感觉就像 马斯克发推文说 47美元 在争议中 有47美元的注册 注册选民给47美元 这里头什么东西 什么意味着什么 可能有朋友会认为 到底这么做合法不合法 是否影响选举 影响到选举 在咱坦白讲 我眼睛里看到是影响选举 第一个 第二个 今天在现实的环境中 没有任何办法 双方使出浑身解数 马斯克在他的 星期六的参与中 他没有 他没有穿 这种血性的男人 还是挺川普的 马斯克没有穿红色 马斯克穿的是黑色 戴的是黑帽子 让美国再伟大 他说让美国再伟大是红色的 他说我让美国再伟大是黑色 他故意 在我眼睛就是 马斯克故意去弱化 他的党派 那种党派的含义在里面 感谢朋友 听涛哥的节目15年 他的原因在哪 就是 他不想过多的介入政治 他就那种政党的色彩 他去减弱 但是他全力去支持川普 他认为 他在星期六的讲话中 他说 如果川普输了 美国就输了 如果川普输了 美国就输了 这是美国最后一次选举 他讲最后一次选举 如果选举成了 民主就成了 如果选举输了 一切全完了 美国就完了 那这个说法是跟川普的讲法 是完全一样 但是呢 他就 他就 用他的自由度 有钱嘛 有钱就比较拽 用他自由度 用他的表述方式来表述 那本来想跟大家放视频 因为大家众所周知 这YouTube对川普 对涛哥的节目 太过分 就是太过分了 A股还能进吗 朋友问我 A股还能进吗 涛哥从来不去建议 你买什么不买 这个股票 涛哥从来不管 有一个人 贷款50万 把自己房子又压进50万 说8号要进股票 明天把他来 8号进股票 然后 在瞬间就可以把他的房贷 全还完了 还完了 还完之后再买辆车 在李老师的那个 不是你老师的那个账号中 就登了那么一个东西 如果你问涛哥呢 涛哥就说 现在所有的人 真正的麻烦 是救命 现在所有的人 真正的时间 恳结是救命 根本不是其他 中港股市最后的光辉 那就是所有 那就是明确的 就是一个庄家进场 大赌 没钱大赌 你愿意赌 你就赌 对不对 你愿意展望未来 每个人都随便有自己的照顾 真的 在我 在我 在涛哥看就这么看 说明天涨到四千点 没所谓 涨到五千点 涛哥一点不惊奇 涨到五千点 so what so what 我只是跟朋友 永远记录 进气赚钱的 没有出来 进气赚钱的 没有出来 这种场合 凡是进气的 都是为了挣钱的 那挣钱的 还怕钱多吗 肯定不怕钱多 对不对 我进气五十万 第二天我挣了二十万 你清仓吗 你清仓吗 朋友就问说 涛哥是不是能买股票 我就问你 你明天进气五十万 然后晚上你就挣了二十万 你清仓不清仓 你清仓不清仓 你不把它换成钱 那永远是滥指一张 但一旦你换成钱 就终止了你 你继续挣下一个十万的机会 你干不干 什么这么去 这种技术指标 那种可能 一点意义都 我在涛哥眼睛里 一点意义都没有 你干不干 进气五十万 晚上挣到二十万 变成七十万 你离开不离开 你走不走 你问你自己 你不走 你不走 你就是一张纸 你走 就可能 你就终止机会了 对不对 有人说 那我走之后 明天我看机会 我再下去 明天上哪下 看机会下去 八号晚上四千点 早晨一开盘 九号早晨一开盘 四千 二百五十点 二百五 出来 你进不进 没进 四百五十点 你进不进 所有现在挣钱 从股票里出来 都是解套的 拴了他二百五十年了 刚解套了 别讲中国了 就是赌徒 涛哥问的最简单 你走不走 你清仓不清仓 你拿走不拿走钱 所以 这还看不出来 人说那怎么办 这是玩命 所有人都在玩命 将川普和马斯克 所以马斯克表现出一个 比较 其实比较单纯 这两个人都有他 很单纯的一面 那涛哥讲他们俩 单纯的一个 很大的原因就是 他们不像那些精英 长篇扩论 因为所以 横三条 竖三条 他们没有 他们觉得我该干了 我就干了 对不对 那马斯克自己 自己摆的也很清楚 道理蛮简单的 我不是共和党 但现在美国完蛋了 所以我来个 黑的让美国再为大 你看谁 谁在川普身边的 谁去这么做 只有他 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 本来不一定 被川普能把握的 一种支持的力度 但真正出现了 真真正正出现了 所以在这篇内容中 他没有太多的 在涛哥眼睛里 没有看太多的 另外一个 就是马斯克很有趣的地方 他在直播中 他在所有的表述中 他是个结巴 他不是一个好的speaker 侃侃而谈的 比如说他 你让他跟这个 跟这个 奥巴马似的 生情并茂 他没有 他是个 他其实跟川普也有类似 川普讲话 得不得 得不得 对不对 他就重复那两句 我跟朋友解释 真正厉害的 你看看这些人 他为什么 说话 有时候吞吞吐吐的 他是在表现 他生命的本来 他不是用文稿 他不是用修辞 都不是 他是表现 他生命的本事 那在这种 马斯克所表现的 一个氛围 有着相当的平等 就是他跟川普 有着相当平等的层面 在里面 这个要 我以为对很多朋友 也是个很大借鉴 我马斯克有钱 你是总统 我支持你 我支持你并不代表 说我完全就随从你 不是 我支持你的理念 我支持你的唯一人 而马斯克到现场的 最大原因 他在演讲里也说 最大原因 三个月前 他在那被人给开枪了 我猜 这开枪了 在美国 这么一个社会当中 这么一个拥有名望的人 在全世界拥有名望的人 被人用枪打了 他还要fight 然后不到三个月 他又回来了 站在这个台子上 这一点 是把马斯克给敬佩 如果换个角度来讲 就说 你放到马斯克身上 马斯克身 自己可能会知道 自己可能会认为 你放我 我可回不来 我可不敢回来 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 他的最大 他的最大麻烦 我们就这么跟大家放吧 因为他最大的麻烦 不是说 还有什么枪击事件 最大的麻烦 就是当事者的心理阴影 当事者内在的心理阴影 那是非常 那是对很多人来讲 是不得了 对吧 那马斯克 在马斯克的眼睛里认为 川普可以能够超越 这一份心理阴影 在个人品质上 这是 这是 这真真正正正正的 在墙内 一看 不能看到 涛哥 OK 那没关系 大家反正遇到就是缘分了 所以 马斯克本身 我以为 他真正敬佩的是 川普个人 为人 个人的态度 跟个人的意志 所以 个人的意志跟态度呢 能够超越这一份恐惧 这是 美国 在他眼睛里 就是 美国总统的品质 哎 我 我们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 并不是说 美国大选一定如何 一定如何 一定如何 不是 我一直跟朋友解释 就收发到目前 美国大选的本身 都成为了一种标志 就是 只能说 他成为一种标志 一种时间的标志 而在时间标志过程中 更多的人就参与进来了 一冒进来 就是 都意识到 都意识到 有问题出现 而这个问题呢 不是一般人能够解决 他 对他只是对现在 美国执政的执政者 是完全不接受 那他自己也 之前也屡屡再次表示 他是民主党支持者 他不支持共和党 但是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和随着大家各方势力 在台面上的表达 表现 是这样 所以他的出现 就是马斯克的出现 我愿意把它解读成一种摊牌 而这种摊牌 马斯克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性 所以他戴了黑帽 然后他很活跃 在X上 就是很那个 所以想一想 他当年 花440亿 买这个X的本身 确实出现了 很大的 很大的一种 一种背景 川普背后是有 犹太人的资本 我相信双方都有 我个人相信 双方都有 而且 我个人也相信 双方都在使出浑身解数 大家都会认为 这是自己的最后一把 大家都会认为 这是自己的最后一把 那这个因为 因为整个氛围 那个尽头含量在这里 我们说个额外 在昨天星期日 美国遭受了海伦飓风 在飓风里 大概有一个小的标题 现在这个内容 还没有完全吵出来 那个小的标题是指 应该在北卡 北卡它被称为叫蓝色山脉 就是不高的 就是那么不高的 那么个组山脉 而那组山脉呢 下面有一组矿 是石英矿 做石英 石英矿就是做芯片用的 但它的这个石英矿呢 它的纯度太高 就是天然的纯度太高 所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 大家用的所有的手机 用的电脑 在里面最关键的芯片部分 有这种石英的含量在里 就是因为它的纯度太高 世界上其他地方 没有这么高纯度的石英 没有 那这个消息 那这个消息在美国有个啥 有个媒体叫Vox V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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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第一时间登出来 然后他说 在昨天的海伦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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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中呢 整个那片矿 全都被淹了 完全给封闭 淹封密了 淹封密结果矿主就宣布 就是公司吧 宣布这些矿呢 永久抛弃 就是永久关闭 搜发目前的消息是这样 那问题就出来 他的文章的标题就是说 当今现代科技 以电脑手机为基础的现代科技 它到底有多脆弱 那他没有下结论 他没下结论 但是他明确讲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呢 每个人用的所有的电脑 只要他含有高端的 就是芯片 它是一代一代这么走 都含有他的这个时音 没有了他的时音 芯片本身的能力 就不能够像曾经那么高了 这个消息 是昨天下午才出来 我看过之后 给我的感觉 哇塞 这不就瞎了吗 就是 你在iPhone 16已经出来了 iPhone 16可能再往下走 iPhone 17的时候 它有可能走不下去了 因为它是它的一个基础部分 基础资源 基础物资 对吧 你要烧煤 它没有煤 那个煤 不灵了 不好了 那它就 作为高度 高度时钟的 时音在那里 呀 就是我就讲类似的 但昨天那个消息就是 还没有再广泛讲 我不知道是不是 有着新闻管制 就是不希望被人 更多人知道 因为它将意味着巨大的衰败 就是你现在 这么讲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整个电脑页 整个今天 就是 是这么个碗 是这么个东西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你不瞎了 对不对 iPhone 17 它 我都能做出来 没那东西 就没那关键东西了 大家可以去查 你去查石英 石英晃烟了 就完了 你去查石英这两字 你用英文查 中文我不一定认为它有 你还用英文去查 你会查到那东西 所以 这 那我 陶哥看见的是什么 10月3号是个坎 10月3号之后 将发生的事情 就是把人现在赖以生存的 很多东西 啪 啪 就这么 就就就就 它 它过 对吧 海伦 飓风来了 来了 来了就没了 That's it 说为什么 没为什么 它刮风了 然后呢 淹了 再然后呢 没淹后了 没然后了 问题不大 二氧化硅到处都有 纯度不同罢了 需要提纯 当需要提纯的时候 我理解 当需要提纯的时候 你想提到那个纯度都提不了 你想提到 他希望的那个纯度 他都提不到 没有 那原来就讲过 那印度有个人铁棍 那含铁量99.99% 你提啊 你现在 他提不到 他不是说理论上没有 而他根本就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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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样了 对不对 这 那他就那样了 是什么 是命 是命 跟朋友解释 是命